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也是在拿去打怪进行一些测试 结果发现不太好 后来是又进行改良 总之这期应该是我最后是觉得已经改良的差不多了吧 觉得就差不多就定型成这个样子了 最后的结果是防御行架 心眼 盾气 跟一个炮术加石的一个技能 感觉不是特别的技能点吧 可以说是可以配出更多的技能来 但是呢我需要 我进行了一些测试后 我发现我必须需要防御行架才能打得比较流畅些 所以最后是没有办法能牺牲一些输出项技能 像原来我是可以配出攻想跟防御 但是后来发现防御在很多情况下感觉上满足不了我的需求吧 我还是忍受一下攻击力 换把防御能力给配出来 这样这期呢我估计可能就是一个就专门是来打一打充能斧的一期吧 我是感觉我充能斧其实用的我感觉上不是特别的好 感觉上冲冲斧也是类似于是一个防反流 但是他的防反的当然是动作比较大的那种 所以说硬值非常的大 长枪基本上每个动作都是很小 所以说连击起来像我感觉上我算是比较喜欢瘫刀的这种人吧 所以说要是喜欢瘫刀的话 你的每个攻击硬值还小一点 应该会应该算是就算探一刀 有时候可能接个防反也就也就没事了 充能斧感觉上非常的容易 只要是一些技能的使用不对的话就很容易中招 可能多使吧 但是这个也是没有太好的办法 毕竟我感觉我什么武器都都会用一点 但是呢每种武器都不是很精通 可能是也是这么一个我的这个习惯 可能带来的一些缺点 但是我还是喜欢就是多样性 等于多一些不会到时候玩蜜什么 等于是这么一层吧 像我这个套装为什么我配了 等于为什么我配了防二 没有配没有选择其他的一些技能 我是感觉很奇怪 我不太清楚是我理解有问还是有误 还是说是就是后来这边的 从四代到cross的时候是就形成了更改啊 总之哇 总之在在四代的时候呢 冲冲副我的理解是应该是你冲红盾防御神加一 然后防反那一下防御神加一 等于你要是配了防二的话 你的防御性能是一共有加四 应该是非常非常足的 但是在 哇 想切灰盾防御来不及了 但是在cross room应该是觉得 这个做法可能不太对 果然是不太对 那我在说话是对我的一些判断产生一些影响 嗯 发现最近可能边玩边废话能有所下降 嗯 cross中给我我的印象好像是他的就是防反 哇 防反那一下的防御性能加加成好像是没了 但是你冲盾的话应应该是还是 应该是还是带着 应该是还带着这边的防御神加成啊 所以说冲冲斧应该是最高防御神能加到加三 等于带上盾 这是我的理解 然后长枪是自带防御神加一 等于是你配上加二的话 最高也是能用到 也是能用到加三 等于是我以为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实际上我在我在操作的时候呢 发现 我发现有些怪的攻击 哎 长枪用加一的防反能防能防反下来 冲冲斧发现防不住 感觉上不太不太能理解是是一个什么问题 哎 哇 刚才不太清楚我在想什么 我以为我 我以为我没有收刀呢 还在 我还在想着防御 结果发现人物 人物不对已经收刀了 这是换区了吧 换区了 喵喵 我可能是 拜青春没有死 我直接给他们来一个 来个生命粉 他们一直在那 花时间吹笛子 就帮助一下他们 我可以 好奇怪怪应该就在我身边吗 还是刚才没有没有判断出怪物的方向来 这怪已经走了棍子为什么还在打 这是 为什么为什么怪一直在循环 反正刚才怪物的愤怒啊 结果这么一个循环直接 好奇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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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偷一个抢走 好像 我每次判断方向都是 都不是特别的特别明确 感觉上这只怪 它是我判断的太早了 导致这个怪还没有飞到它相应的一个地方去 完全没有搞短 可以说这可能也是我第一次拿冲灯符打 打侠龙吧 当然是指的是在 在cross里面 刺在的时候呢 打侠龙我是用 用属性的冲灯符 直接无脑的 就是放大一骂 没有用这种的 就是一平一平的打的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打法 是从来没有 有台阶 刚才我以为是会 这人物会出这招呢 结果一个台阶 我人物掉下去了 对 有台阶 有台阶 除了 无台阶 有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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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 这人物对 这样刚才打了打呢 发现可能是我不太会用冲冬斧打霞了 这不是特别好使啊 本身斧头不是特别的 总之我打法就是打他的后脚 头呢其实刚才有些机会可以打 但我感觉上霞龙这个头一个是太高了 不太好打到 你要想打的话冲冬斧的 可能普通的转圈是肯定是转不到的 你要想打的话 假如说这是他的 这是他的头的话 你需要这么站 等于是这么站 然后用 这个属于底下是从左上往右下滑的时候 是左上的打点最高 你要让你的人物的左上的 也是保持在怪物的头的这么一个位置 需要那么打才能打到他的头 感觉上需要的操作难度太大了 而且他头部是比较比较危险 我的打法就是去推后脚 但是冲冬斧这把武器 我感觉上他的输出模式不太适合推后脚 一般输出感觉上一个是硬直比较 或者说需要输出的准备 施法前咬比较大的那种 而且他的转圈乱抡 他好像是抡两圈 有时候可能你瞄着后脚 可能会抡到前脚 或者其他奇怪的位置上 可能是我还没有找到 可能找到打法吧 但目前给我的感觉上就是 随便打了这么一条 感觉上不会不是特别好打 但是现在呢也是无所谓 我基本上我每次使 算是武器我使得比较多 我是不太清楚哪种武器 会打什么怪特别好打 或者说是 我不会说是像 类似于是做白日梦一样 突然梦见 好像这把武器打这个怪 比较比较好打 不会凭空的就想象出来 基本就是每把武器都打一打试一试 没准有时候会突然发现 可能是特别的刻 弄小武器特别克制一些怪 或者说是发现自己的打法 可能就是类似于是天生的吧 就感觉上是可能比较适合打冬怪 有时候还会会遇见那种新的发现 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 讲这边应该是队友 我们队友的大家装备有介绍过吗 我装备应该是有介绍吧 防二心眼盾气跟一个炮树石 这个人他是剑切二火属用功力架 利刃跟一个彗星机属性 我猜他的武器应该是 颜柯龙的棍子 颜柯龙的棍子 看这个名字像 这应该是颜柯龙棍子啊 这只黑鸟鸟骑形种 叫一叫吃眼吧 就是独二龙的那只黑鸟鸟 感觉上跟普通的黑鸟鸟差别 我打的也不是很多 感觉上不是很大 基本上给我的感觉就是没法打 黑鸟鸟感觉上我都不会打 特别的特别的风 很多攻击都 总之我感觉就是莫名其妙的 可能是跟我的站位有关系吧 我经常发现 发现是什么什么问题呢 就是黑鸟鸟有时候你站他前面 当然站前面确实比较危险 但是你不站他前面站哪儿吧 站后边他有一个直接是拿 等于是跳得很高 然后拿嘴去着地的一个攻击 你站到后面那招能打到你 站他前面估计也能打到你 有时候你站在前面 他会看你眼 然后你自己也就飞了 实际上应该是好像他出龙车 或者说是他是想去走下位 感觉上离着离着你比较远 那黑鸟鸟好像走位的时候 那个龙车是带攻击 然后可能你们俩要是离得很近 或者说距离刚好是一个很奇怪的位置 效果就是他看你眼 然后你飞来 我是经常注意到 老头其实是在四代 当时四代还是这一招 然后黑狼鸟的龙车 黑狼鸟龙车 刚才是打我吗 有点没有 没有搞懂 我们我跟猫是同时中刀了 我感觉像是 总是打其中一个人啊 我们闪避的话 总之是产生了产生了混乱 这好像是好几段吧 还有一段 好像是没了 好 还有一个顶回来的攻击 其实很好 会多了一些这种飞的攻击啊 我就不蓄力了 因为我是完全的不会 不会打这个怪 蓄力的话 可能 哎 我刚才应该是有远程 刚才是有远程在打我 我的我的人物是被远程攻击打乱了 所以刚才是产生了一些混乱 太棒了 我感觉上我就没有输出 真是没有输出 我刚把盾冲上 然后冲完盾后的瓶还没有冲满 我觉得再冲个盾吧 刚才反正是打一次也是 也是打不到 哎 就是 他刚才这招直接是 我感觉实在是没有 没有反的时间啊 有没有打到我 哇 这是有方向修正吗 这是 是什么东西 瓷火龙 为什么会有瓷火龙在 还不够乱吗 哇 离得离得太近了 感觉黑狼鸟真的是好烦人啊 哎 刚才我想 接着连接着连击的好像是被被谁打到了 应该这是来不及的 我这个输出很勉强 我实际缸 瘸了 感觉好难打 可以说完全的完全不会打 感觉给我感觉黑亮 就是你怎么打 就是看他心情 他心情不好 出一些课念招数你就会飞 心情好的时候出一些 不会把你打碎的招数呢 你就不会飞 好像这个任务就是任务目标就是杀杀黑亮 可能副任务目标是杀磁火龙 对我直接离开了这是磁火龙在那边吗 他是他好像就是想用他那个技能去转着吗 好像不是啊 他是想 还是刚才是没有扒尾的 怎么什么都没有扒到 这是过期了吗 还是神情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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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看一下这边25分钟 感觉上可能有点短 我之后再录一个 录了一个可能会时间会稍微长点 不过也就这样子了 毕竟是新造出了一个 圣诺不倒撞 算是造出来了 能说是当当气面吗 这样黑狼鸟呢 其实刚才我也是在抱怨 是说是在抱怨他难打 不过我也是 倒不是说是完全打不了 感觉上可以是类似乡队友 这边是用50刀双刀 感觉上 目前在cross中 我感觉上只要你无解 就拿50刀双刀 就算对抱攻击 不是特别熟悉的话 也是很好回避过去 或者说黑狼鸟 我是感觉上拿远程比较好打 因为他一些特别恶心 像什么 拿他的嘴去啄地 好像会啄两下吧 那两下好像 你在他屁股后面 他都能很精准地去定位到你 等于上一些招数都是特别的 特别针对进展 你直接是拿远程 拿远程打应该也是很好打 队友是不知道顺序吗 这个队友的说到什么 展位加2 他是水龙岛 展位加2 水准攻击加1 一个一个历刃 看一下 这应该是我们这期的最后一个任务 需要拖一个比较要合理一些的 需要拖一个比较要合理一些的 不好 看这个颜色 好像一只崩龙 我觉得 感觉上 时机不错 我应该是又还有一套其他套装 可能是还没有用过 这样直接直接实施吧 这是带抗震的一套套装 技能是攻小抗震心眼力 盾气跟一个防疫 好像必须用长枪才可以发动 应该是需要一个两口 我说是把攻小给 我有 好像是没有攻小的 没有插攻小的珠子 攻小好像就是直接 用护石出了 我有一个攻9的一个护石 那估计就可能就 就这个样子了 之前还说是这期 就是全是拿冲冲服来打 就是没有怎么 应该是这两把武器 都没有打过奔挪 我4点时间打 尤其是比较 就是怎么怎么 方便怎么打 我基本都是拿远程 一些贯通 或者说是 这远程无所谓 只要是能贯通 就想贯通 是贯通属性量 还是贯通固域蛋 都是都没有问题 或者是拿双刀 这边有什么 我感觉上没有什么 特别的 特别的猫饭要吃的 对 我为什么拿上了 钢龙的青鲁 拿上解冰剂 拿上 我估计我会全程吃抢走 我就不拿饮料了 别的东西呢 没有用的东西 给它存一下 所以暂时 暂时是这样子吧 我的兽技是没有 应该是没有问题 我好像没有 这边是钢龙的剑切尔 通长弹威力上升 弱点特效 跟一个超会心 钢龙应该是能射通2 还是通3 就是通长2 通3 我不再清完 4在中位是有 但当时我主要是拿它 打冰结蛋 好像会心是-50 还是多少 但是物理伤害很高 这队友是换上了金面刃的斧头 也是 我们队友 他们的HR毕竟是高 可能都是能打到一些比较好的护士 他的他刚才套装 应该是一个 近战万斤油的一个超会心套装 然后是剑二 利刃 弱点特效 跟一个超会心 应该是需要一个 五 差点说成五个孔 三孔 跟 应该是三孔 利刃五的一个护士 像这个套装呢 我在三代的时候打崩龙 或者是霸龙 感觉像单人打的时候非常好打 你在肚子底下 他不会出龙车 或者说就算出的话 也是非常非常低的低的出吧 总之是没有什么问题 哎 好 总之是基本上不等出龙车 所以你在他肚子底下一直用这个套装打呢 是 是没有问题的 哇 没想到后边那边地形的问题啊 把我给害了 我给害了 应该会顺路吧 它是有这个队友在我 估计就不是去无脑的能车什么样 很容易把他们车飞 我记得有时候会被他的尾巴带飞 刚才我是比较紧张 已经在防御 判断十五一条飞起来 有点不太清楚该出出哪儿 这个冲冲斧 它应该是一个五十道的 所以它不怕 不怕这怪什么龙车之类的东西 也是一直打得我 我也是没有地方站 但他有时候可能也是反不过来会被怪车飞 我有个想法从来没有试过 这样会是什么效果 跟不上 怪太快了 应该是在打 它也是五十道 好像长枪可能在这一座中 好像它的防御性能变高了 还是说长枪防反 然后自带防御加异 哇 我判断失误了 很久没有打了 可以说之前打是在 在三代的时候打的冲冲 拿长枪打冲冲 我记得比较 印象比较深刻 当时我是也是防 当时我是用防御性能加一 然后 等于是 我们是用防御性能加一 它的猴我是防不住的 我会被震飞啊 等于 被震着后退 我会被震飞 而是搞不懂中间这个 中间这个大坑是风龙怎么搞出来的 会追我吗 不追我不错 直接摸个刀 刚才都已经 有猫是 没血了不再清楚他之前有没有死 哇 我被打到了应该 呃不好 猫猫应该是猫了一次 不再清楚 嗯 需要帮助吗 好像需要给他加一下吧 这样他的尾巴呢 这我应该是在 这个视频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 在在说是不是 冲冬斧的 防御性能是不是下降 我现在在想是不是长枪的防御性能上升呢 可能是他的防御性能上升了吧 或者说是我完全记错 但我觉得应该不会是我记错 因为当时三代的时候 我也是比较喜欢杀 可能是杀一些崩龙跟霸龙 什么的感觉上比较好杀 当时就是 就当时防反流 是从三代三代开始开始加入的 所以说我是直接 也是在在练习 我当时记得就是 我用的是黄黑枪 然后配了弱点特效 配耐震防御性能加一 当时的防御性加一就是 我还是说崩龙跟霸龙 他俩的好的强度不一样 当时我记得是打霸龙 霸龙因为是更弱龙一些 或者说是他好像是破了肚子之后 就是弱点特效是一直能发动 总之当时我有印象就是 很大部分攻击都是没有问题 还是说他的龙车防不住 刚才我的龙车也是一直防不住 但我记得好像四代 你防御性能加四的斧头 你去防这个龙车 好像都防不住 毕竟这么大一只怪 你要是龙车能防住 可能有点 有点不太现实 可能说我记错了 不过算是比较有意思 不过就这个样子吧 长枪既然防反的话 总之他 总之现在长枪的防御性能 确实是 应该可能是所有武器中 可能跟冲枪 冲枪应该 冲枪应该是 我是一直没有平衡冲枪 因为我是用的比较少 不过长枪跟冲枪 应该是他俩的防御性能 应该是一样的 就现在可能是 好像是 这应该是最强 冲冲枪可能冲上盾之后 会 现在其实是在第二阶梯吧 可能是这么一个样子 不过 也就这样了 这期呢时间是稍微有点超 我就先先入到这了 也是相当喜欢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